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死者有一半来自蒙克利尔 多达28人 蒙克利尔急救中心表示 最近几天拨打医疗热线的民众明显增多 5天内接到了1300个求助电话 死者的年龄多在50到80岁之间 很多都有慢性病 其中60%的死者都是独居的男性 他们都住在多层建筑公寓中 住处都没有单装空调 卫生机构称已经安排了专人去养老院探访 查看老人尤其是男性的身体状况 也安排了工作人员挨挨挨护的探访独居 有慢性病的老人 确保他们的健康 总理特鲁多对死者表示深切同情 我的心和热浪中 不幸遇难的死者家属连在一起 目前高温天气还会持续 影响加拿大中部和东部 希望大家多多注意 保护好自己和家人 国人经常热死这么多人 气温一定很高吧 然而数字不是38度 也不是40度 而只有34度 热浪侵袭中的魁北可胜 气温最高达34度左右 中国网友看到这样的新闻 纷纷表示不仅 34度 不是我们这里夏天的正常温度吗 生活在武汉 南京 重庆 南昌四大火炉的人们 更是完全摸不着头脑了 40度以上都见过 36度小意思 不知道为啥34度能热死人 难道那里的空调不止了 衣服穿得太厚 去年夏季 中央气象台的高温警报 橙色37度以上 红色40度以上 武汉 南京 河北 南昌等城市 高温几天都在38到39度 佩服自己 多少年都是这么熬过来的 对于大多数中国人来说 34度应该都不算酷暑 然而对于 魁北客人来说 真的很热 临界温度重庶人数 开始增多的温度数字 被称为临界温度 在中国 临界温度是自北向南升高的 也就是说 南方人比北方人更烫热 更不会重庶 在武汉 高温重庶人数 开始增多的临界温度为36度 而在哈尔滨 整个数字是33度 对于加拿大魁北客省来说 可能32度就会让人中暑 你可能觉得差着1 2度不算什么 但是温度的细微变化 对生物体的影响都是很大的 临界温度低的后果就是 一旦遇到高温 死亡人数会迅速上升 2003欧洲热灾 2003年 欧洲曾发生过百年一遇的热灾 高温导致数万人死亡 最热时 海达4000多米高的阿尔卑斯山上 冰雪都开始融化 登山者索性藏在山上晒太阳 炎热使电力需求大增 发电站超负荷运转 一些国家的电力供应 进入红色警戒 面临停电的威胁 使情况恶化 其中法国死者最多 有10400人 因为高温死亡 大多事故 生滑肌的老年人 法国的急救部门 医院 病医管全都人满为患 在突然出现大批中暑病人的情况下 许多医院的设施无法满足需要 床位满员后 许多病人只得被临时安顿在煤空桥的医院走廊里 病情恶化 医院里不仅病床紧缺 人手告急 死者太多 就连日常搬任尸体的人都不够用 应急蛋位专家解释说 人体内有一种应急蛋白 当温度超过恒定值 应急蛋白就会迅速工作起来调节身体机能 让人维持正常状态 然而温度如果太高 超过某个数值 应急蛋白就会失去活性罢工 人体就垮了 举个例子 就像煮鸡蛋 煮输了之后 鸡蛋就失去了活性 可能魁北克人的应急蛋白工作温度就是30度 一旦超过了34度 蛋白丧失活性 人就中暑了 一位常年在中国和加拿大之间奔波的华人朋友表示 他觉得加拿大人太娇气了 温度超过30度 政府就会发高温警报 这种温度我出门没问题 但是我家属常年在加拿大 30度以上就不出门了 完全没法适应 他补充说 感觉加拿大的紫外线特别强烈 走在加拿大的烈日下就感觉皮肤疼 但是在火炉武汉就没有这种感觉 齐感温度 齐感温度也很重要 湿度低 没有风 人会感觉更热 一位网友补充说道 加拿大的房子都比较薄暖 密不透风 夏天的时候 外面凉快冷 家里还是热 魁北各省尤其是如此 作为高纬度地区 本来应该是冬冷下暖的 中国气象局专家陈正宏表示 魁北克的夏季高温都不会超过30度 今年魁省气温出现了异常变化 导致温度持续在34度以上 齐感温度更高 高纬度地区的房子在建立时都会注重保冷性 墙体厚实 窗户小 因而冲风效果不好 而且因为常年夏季都不热 有些人家里根本没空调 因此一旦气候变异突然高温 人们缺乏抵御措施就会受到伤害 按照资料统计 中国的四大火炉夏季平均有20天在35度以上 5天在37度以上 加上湿度 风力等因素 人的体感温度达40度以上是常有的事 为了适应环境 大家变得更加耐热了 34 35度实在不算什么 缺乏抗热锻炼加拿大 魁北克省冬天气候寒冷 所以这里的人比较耐动 但是夏天却成了他们的软肋 不耐热 人们在游水的地方避暑 专家表示 逆热的能力是可以被锻炼提升的 适当的处于高温环境中 人体能逐渐适应高温 变得更加耐热 经历一次高温之后 人体就经历了一场战斗 下次再遇到相同的温度 就不会反应那么强烈了 因此 魁北克省这次高温是对居民们的考验 熬过去了以后就不怕这样的温度 需求发邮件至 A-D-I-A-S-K-C-A-N-C-O-M